华严经上告诉我们 皮诺侦娜佛的时报专业图 有41个结位 凡是时报图 决定是平等世界 他没有分别 没知足 这41个阶级 怎么说法 我们在华严经上 用了不少的时间 在这个时代 可以说我们学习的不少了 虽然还没有毕业 这些状况 大致上我们能够理解了 不再疑惑了 那是无事无名的习气未断 无事无名正断 就是真的不习心不动念 可是习心动念的习气难断了 在时报图里面 每一个人习气 程度不想等 有些人习气很重 刚刚到时报图 习气很重 有些人在时报图住的时间长了 习气慢慢就淡了 从习气的后波分41个阶级 是这么来的 但是习气 不该死 习气也没有办法断 我用什么方法 修行不都断掉 不可能 没有方法 所以在时报图里叫 无功用道 古人说 此处 用不得力 时报图里 你不能习心动念 习心动念 马上就堕落了 那就是随他去吧 任其自然 时间久了 自然就没有了 如果习气没有了 这经上又告诉我 说暴徒也没有了 这说暴徒还不是真的 那真的是永恒存在啊 那尤其由此可知 舍暴徒是无事无名习气 是他的音 习气没有了 舍暴徒不见了 不见了是什么境界先前 长济光先前 长济光 长济光就是自信 你就回归自信了 回归长济光了 长济光没有现象 没有物质现象 没有精神现象 也没有自然现象 他无处不在 无始不在 就在我们面前 我们看不见 听不到 为什么 他不是物质 我们言而鼻舌身 接受不到 他不是精神 我们第六意识 第七识 接受不到 他不是自然现象 连阿列爷也没有办法干这 这个才叫真 本真 他本来就是真实的 慧能大师建兴 为我们说出来 本自清洁 本不生命 本自居住 本物动摇 能生万法 佛陀的教训 终极的目标 是要叫我们 回归长济光 我们从长济光里 流露出来 最后还回归长济光 回归长济光 在华音音称为妙觉位 这是菩萨最后的国会 臣佛 这个都需要参处 忏悔归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